台版MeToo事件连环爆 从政坛烧到演艺圈资讯量带到惊人 然而似乎像个不停息的蝴蝶效应一直滚雪球 从朱学恒遭议员中佩君指控姓骚 指责朱学恒的朱凯翔也被曝姓骚成为转列点 似乎让不少娱乐圈与政坛名人如坐针毡生怕人设崩坏 6月11日许杰辉遭报表演课分组练习集体做爱配音 还要全班互评讲解 6月14日许杰辉被黄云星短经等多名女艺人受害者指控性骚扰 具体行为包含担任剧情导演工作时要求用乳沟加巧克力 用童子拜观音的方式戳女学员的肛门 接着又有多名女演员出面指控 6月15日许杰辉宣布退出演艺圈 6月18日凌晨男星又胜被先前在经纪公司工作的两名女网友 于个人脸书以我们不要这样就算了为题发文 指控某形象非常好的好爸爸送当时刚毕业女子到家时 以借洗手间为由进入她家中 借用完洗手间后走向她直接跨坐在其双腿上强吻对方 还强行伸舌头舔她的耳朵 并手伸进衣服内熟练流利的解开内衣 从身后突然环抱 此事更扯出当年皇子焦不愿与右胜同胎 似乎因妻子孟耿如也曾遭性骚 同日下午又甚发表道歉声明 称我为我曾经的行为所造成的伤害及阴影感到抱歉 非常非常的对不起 面对曾经犯过的错我不会逃避 真的真的很对不起 6月19日脸书粉专和我一起走在法国的365天网红Zofia 表示自己17岁那年曾被形象很和善 很无害的演艺圈前辈强吻 怎料之后该前辈在酒店的房间内以举办艺术展名义又拐拍摄裸照 他还拍了照说你流泪的时候也很美 直指对方是皇子焦 对此皇子焦当日中午在脸书连发三段影片 除坦诚与志倩外 接着更重磅宣战13位艺人 包括吴宗宪欠钱不还 大小儿吸毒 曾国成古迹抽烟喝酒 已婚6字女艺人与制作人搞在一起 好兄弟婚内出轨 姓陶的一直八卦 假姓女艺人倒追又消失 接着做出伤害自己的行为送医 索性伤口不深 不过精神状况不佳 6月19日下午一名女网友在脸书发文称 遭知名搞笑艺人姓桑 老婆是个很棒的台语歌手 副业鸡排做得非常成功 遭指控的Nono透过经纪员否认 对这个人 这件事都没有印象 做错事会认错 但没有印象的是怎么回应 6月20日下午抖音破译男神耀乐指控 他16岁曾跟严雅伦交往 当时严雅伦没经过他同意 在他还在睡觉时执意进入 甚至拿手机偷拍录影 导致影片外流让他整个人生都毁掉 6月20日晚间严雅伦与脸书发出长文承认此事 除了道歉同时谢谢耀乐说出来 让他有机会面对心里一直很害怕的不定时炸弹 并表示私密影片并非他主动外流 推测是修手机时流出 自己也以当时最大的能力请律师协助下架影片 6月21日早上直播主小红老师开记者会控诉 近20名女性向她透露自己曾被Nono性骚扰 而且其中还有两三个是侵入室 包括拖到市民大道的残障厕所内无套中出 最终Nono脸书发声明 表示本人即刻起停止演艺工作 诚心深刻反省 6月21日中午要乐开记者会说明事情经过 严雅伦本人无预警献身骑躬对他道歉 严雅伦本人无预警献身骑躬对他道歉 我是要跟他道歉 所以我还是对着他比较好 我要在这边跟你慎重的再说一声对不起 让你承受你这个人生不应该承受的事情 真的很抱歉对不起 那今天是你的记者会 我想你有很多事情要说 所以我就把时间留给你慢慢的说 如果之后还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会回应 或是你想要联络我都可以 谢谢 想问一下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什么会突然来到现象 最想要跟他说对不起 绝对没有做任何想破音乐的事情 其实整个我们当时都是在教育 那当时的影片是有偷拍的还是 不是绝对没有偷拍的 双方是合一 对 那他当时也知情 不好意思啊 这是我没有办法想象 他要用这种方式 道歉完后便流泪快闪离去 要了全程低头发抖超过10分钟 人无法平复情绪 接着多家品牌 节目 歌手表态与严雅伦终止合作关系 并取消他十大青年代表的资格 字幕提供